关心国内焦点 深圳院长林权4号宣布已经向蔡总统请辞获准 外传台南市长赖清德将接任格魁 赖清德接长行政院之后 首要将面对修正一例一休 推动税改 执行前瞻 改善投资环境等四大挑战 报道指出 林权内阁没有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 就是如何解决改善投资环境的问题 电力供应 土地环平都会影响台积电三奈米厂是否留在台湾 因此如何提升民间的投资动能 将是蔡政府的一大挑战